各位点进来的观众老爷们 大家好 我是一鸣 各位观众老爷 你有一个亿吗 你就敢点进来看 其实我也没有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总之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如果你往银行里面存一个亿 你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 我们先假设 假设就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 你已经有一个亿现金了 当然了我们的目标 是要把钱存进银行里 看看会享受哪些服务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把一个亿的现金先弄到银行去 一张一百元的大钞 大概是1.15克 一个亿的话 那么就有1.15吨 体积大约有1.2立方米 一个20寸的拉杆箱 大约有40多升的容积 那么我们大概需要28个行李箱 然后一趟一趟的往银行搬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直接叫一辆运钞车不行吗 都这么大的客户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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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银行现在不知道你有钱 而且我们要的是牌面 有钱人什么最重要 面子呀 当你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带着你的马内来到了银行 来到了业务窗口 对着你认为长得还不错的帅哥 或者是美女客服 骚气的来一句 我要存款 来 先给我存一个亿 当银行的贵员听到你的要求以后 你可能想着当时的贵员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毕竟这么年轻的你 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 然后亲切的对你说 你好 请稍等一下 然后呢 他会立刻悄悄咪咪的上报上级领导 喂 领导 有人可能在洗钱 没错 这就是正规流程 如果出现来历不明的巨额存款 银行第一时间并不是把你供起来 而是呢 会调查你的资金来源 是否合法 有没有洗钱的嫌疑 一般来说呢 基本上一次性存大于五万块钱 就会被上报到中国反洗钱监测中心 你要存一个亿 更是重点的监测对象 你需要向银行提供你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同时等待银行的调查结果 一旦发现你有问题 恭喜你 你确实会享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 不过 不要担心 我们这里所说的钱绝对是合法的 通过审核以后呢 会进入下一个环节 你会被邀请到贵宾室 由银行的行长亲自接待你 这是因为啊 你的一个亿一旦存进去呢 银行一年的存款业绩 差不多也就完成了 银行利率现在最高为2.75% 当你的一个亿存进去以后 啥也不用干 每年呢 就能拿到275万的利息 相当于二线城市的一套房子就到手了 当然啦 银行也不可能吃亏 对吧 银行会拿着你的这些钱去放贷 而贷款的年利率大概是4.9% 他们拿你的这笔钱 每年就能收到490万的利息 抛去给你的钱 每年还能赚215万 你现在呢 就是他们眼中的香伯伯 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所以说银行的工作人员 会给你最奢华的接待 和最贴心的服务 像供财神一样供着你 银行的行长会跟你协商存款的利率 毕竟市面上的银行又不止他一家 对吧 各家银行都想拥有你这只会下金蛋的鸡 当其他银行得知你要存一个亿的时候 他们也会文分而动 想办法的挖走你 让你换到他们银行去存钱 所以呢现在被你选中的这家银行呢 会给你点甜头 想办法留住你 比如说在现有的利率上 给你点额外的补贴 把利率提高那么一点点 超出了平均的年利率 这样的话 你买一套房的钱 可能就会变成买两套 同时呢 你也会成为这家银行的顶级VIP 比如说获得一些白金卡 钻石卡 黑卡什么的 不光你去办理业务 不需要排队 还有专属的客服 就连你出门坐飞机 都有机场的贵宾通道 和免费的接送服务 不光出行 还有什么免费的高尔夫 游泳 健身 每年的体检 简单的说 就是那种吃喝玩乐 一条龙服务 全部都安排上了 不仅如此 你还可以开通你的私人银行服务 到时候呢 会有更专业的理财经理 投资顾问 都会围着你赚 为您量身定制 各种高端的理财服务 只要跟钱 沾那么一点编的业务 都能帮你搞定 因为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想方设法的 留住你那一个亿 最后呢 存完钱的你 只要躺在家里 等着银行的专业人员 定期联系你 就可以了 每逢过年过节 你的生日 还能时不时的 收到他们送的 各种各样的小礼物 当然啦 这些礼物 肯定都是 事先打探过你的喜好的 保管送到你的心坎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去搬砖了 早日赚够我的小目标 一个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